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五月 国发基金始终在宇昌公司的七席董事当中占有三席 高于其他的持股 自始至终就是占有三席 这是在12月23号 来 导播你帮我take一下 不要take走 好不好 来 12月23号的新闻稿 然后你看到今天 今天来自于中央广播电台 我们从文字稿里头看刘亦如公布的宇昌公文 宇昌的公文 质疑国发基金的放弃权利 他又在提旧的事情 等于是民进党所做的说明 民进党所出示的文件 等于是何纳一 包括杨玉民 包括陈良博所提出的一些专业 他提出了依然是为什么 凭什么出资比例里头 8月21号31号 蔡英文主持的会议季度上 清楚显示 9月3号选董事长时 国发基金应有三名董事 为什么自己自动放弃权利 只有一名董事 同样的东西又再问一次 我请教师小金 刘亦如到底在干什么 刚刚这个郑胜大哥说呼吁特征组 立即羁押他 特征组在办的案子啦 你凭什么每天开记者会 而且讲的东西 通通在公文里头已经有了 你还选择性 这是即便造文件之后 真的是意图使人不当选 民进党不应该再告吗 这样的政务官可以吗 来小金 我觉得啊 现在的刘亦如真的比特征组检察官还大 在他提问之前 我要先问他 刘亦如你是依什么样的格式去提问 你是特征组检察官吗 还是你是法院审判 在法院里面审判的那个法官 就算是检察官 就算是法官要调人来问 他也需要有传票 你凭什么要求 身为政务官凭什么要求 一个监督你的在业党的党主席 站出来讲清楚 我们想问的是 可是刘亦如真的是人 见东见底的分级都搞不清楚 连行政立法的分级都搞不清楚 我们可以说啊 这些好多人过去都是民进党过去的立委 在那里面的立法委员 你咨询官员也没有他这种盛气凌人的架势 身为一个政务官 他自己的专业职责都分不清 看不懂就造假文件 看不懂就乱问 我真的建议民进党 我们这次针对刘亦如就是要以告之报 你现在看不懂吗 这么文件 刚刚徐丽师 9月5号6号 徐丽师 你跟文件里头 他已经补了嘛 对不对 他会看不懂吗 所以现在是怎么样 故意看不懂 选择性 做一些错误的连结 我再稍微补充一句话 那个发起人会议就是我讲的说 国发基金只派这三个人去当董事 这个第一次的发起人会议 跟第一次的董事会会议 国发基金里面公文都有 为什么刘亦如不把这份公文拿出来给大家看 对 为什么要这样做 来 靳先生来 我再补充一点 除了因为政党轮替 政务官外人 所有国发基金的承办人员 包括副执行长全部都在 当时采与这个案子的所有公文都在 都还是你刘亦如的属下 你可以问他们 非常清楚 那你为什么不问他们 对不对 你就是要问蔡英文 你是要问蔡英文的 还有啊 刚刚小金也提到嘛 你用什么身份去问蔡英文嘛 我们要知道哦 只有人民才有权利来质问你 人民如果不是自己质问公文人员 不然就透过明年代表嘛 那哪有公文人员 因为你是困在手嘛 你现在包括马总统也觉得蔡英文在回避问题 那蔡英文真的有回避问题吗 蔡英文没有交代吗 我跟你讲他们好像是配合 马英九就是在肇事网位上在问蔡英文 然后你刘亦如就是开记者会 不然就在网站上来问蔡英文 这非常的乱来 行政中立法有规定哦 公文人员对不同政党的候选人 不得有差别待遇 他这个有没有违法 有没有违法 很清楚的违法嘛 对不对 那公文人员服务法也规定哦 你公文人员行使你的职务 不可以伤害到人民 你有没有伤害到蔡英文 你用一个变造的文件 已经伤害到蔡英文 如果蔡英文没有拿出那份正本来 跳到淡水游都洗不清 政党总统选举可能结束了 你伤害到他 他今天还是特别强调 你有没有听到 我不向民进党道歉 不向何美越 不向蔡英文道歉 你看他这是什么态度 而且他质疑的也莫名其妙 民进党从头到尾都是三董一肩 反而政党轮替以后 在国民党执政的手里 变成两董 零肩 没有半个监察人哦 只有两个董事哦 持股比例一样是40% 那你为什么不解释呢 等会你帮我倒回刘亦如的那一段说法 他说他拒绝向蔡英文道歉的理由是什么 拒绝向何美越道歉的理由 来你找到那个点之后来告诉我 他不只说拒绝道歉 他还说 如果时间重来 我还会做同样的事 没错 你还要再害蔡英文再害一次啊 你还要再假照文件一次吗 而且我记得我们也讨论过 他那个不是说物质 国民党一直说 把律习写写错了 他不只是物质以外 他还要把那个附件还要再擦掉 这个是标准的变造 那不是说意外不小心 就会造成那一份文件出来 因为你还要很多道的手续 才可以拿出你在立法院 开的记者会那一张才跑得出来 你要丢个东西贴上去 然后再把记有的东西再把它擦掉 好几道不同的步骤 谁做的 你到现在还没有公布 还没有跟我们大家讲 对不对 今天他一直在问你 到底是谁去做那些事情 留意有没有办法解释 都没有嘛 那今天你如果觉得这个案子有问题 特兰组不是已经去查购证据了吗 他已经在侦办了吗 那你还在问什么 你是司法官吗 我觉得刘一� 如果你要帮马英九助选 你就辞职 你就去马英九进院总部嘛 那你今天身为一个政务官 还站在经纪会主委的位置上 你来做这个事情 你很明显的违法 好我们再一次听听看 刘一鲁今天这场记者会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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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日期来大家好好讨论 好言好语大家好好讨论 不用这样子动不动就急着去提告吧 刘一鲁要民进党是这样子吗 来小金 其实刘一鲁真的在针对 利用他的职权 在对那个蔡英文进行全民公审 其实刚刚我们已经看过了 民进党蔡英文 中央党部 甚至所有参与 与参与的所有的科学家 前前后后已经十多次来 十多次公开出来说明整个过程 我相信其实很多民众 现在都已经大概知道是什么状况 可是你看马英九的态度是什么 他依然装疯卖赏 他在演讲场合不断去质疑 蔡英文你要出来说清楚 刘一鲁也是啊 每天都是翻箱倒柜 然后再找资料再去质疑蔡英文 我们想问的是 如果你真的不懂的话 请你回去做功课 请你问一下当时参与的那些的专业幕僚 你不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质询的立委 然后拼命的丢问题 然后要求民进党去回答 其实整个过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失了个的那个金监会的主委 那个刘一如问民进党说 关民进党什么事 其实我们要问刘一如的事 到底关你刘一如什么事 如果宇昌安当时真的有问题 请你第一个时间先站出来说清楚 身为国发金钱的召集人 你为什么去年还核准继续投资 然后我们也希望刘一如你站出来说清楚 到现在国际情势那么的严峻 才在前几天央行才刚发出了一个警告 明年的GDP可能会破二 会破二 我们看到刘一如出来说什么了吗 都没有 还有就是刘一如在今年的12月初 金监会才大动作的站出来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说他要提出一个什么经济景气应应方案 提出了七大策略十大方向 说短期之内是刘一如自己站出来打包票 挂保证说一定会有短期要神机了 到现在一个月了 我们请问一下金监会主委刘一如到目前为止 你这个短期有效方案到底出现什么样的效果 完全都没有 就刘一如变成了一个打手 其实从刘一如出来开记者会到这几天媒体 看一下 这是中国时报 不断的有一个所谓的什么政治库联盟 然后在弄黑函 刚徐日识讲过 这么大的版面在上面 不只是中国时报 这是在Z几版 A3版的上面 然后还有就是苹果日报也是 来看一下 苹果日报也是在A3版 在英文还躲着不肯说明 每天四个报纸 第十九天 还躲着不肯说明 我们想问的是 这样子刘一如你还敢说 你跟政治没有关联吗 我们想提醒马英九 如果说他当时是想利用刘一如所谓的财经专业 做演示 去摧毁 去摧毁蔡英文的形象 我觉得他完全失策 因为今天有一份民调 他有公布说 百分之将近六成的人 六成认为刘一如的指控 是政治操作 换句话说 哪一个单位做的民调 是台湾智库 台湾智库做的 对然后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点四的认为说 这是职权所在 同一个时间 这一份民调显现 在宇昌案里面 伤的不只是马英九 不只是刘一如 还有一个受伤最重的 就是我们的特征组 其实今天特征组的发言人 那个陈宏达 他有在苹果日报投书说 他公开澄清 特征组绝对没有介入 可是小军你知道吗 这份民调他显现出 有百分之五十三 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民认为说 特征组这次侦办宇昌案的速度太快速 有明显的选举操作的痕迹 所以我们真的要拜托马英九总统 如果你是为了一场选举 请你好好的去打 你不要每天都打这种负面选举 因为你一场宇昌案 你不仅毁了科技业 不仅毁了一个专业的财经木料 你同时也把我们台湾的司法威信 一并的给葬送进去了 这是今天江春南 在苹果日报所做的司马文武的观点 司马观点叫做政务官意外伤丸 政务官意外伤丸 我念那个Lead的后面的这一段 刘亦如的部分 总统候选人证件发表会 没有提问人 三人独白 没有火花 船过水无痕 各自拥抱基本盘 无法开拓票源 选情在冷气团中原地打转 我们看他讲 宇昌案是蔡英文的试炼 他在过程中有可疑之处 至少与社会观感不符 但既不是非法 更不是弊案 金建会主委刘亦如却抓住不放 在肢结上纠缠不清 学术界缺乏实物 情有可原 但他却坚持自曝其短 说些缺乏常识的话 明明特征组已经在侦查 他却坚持追查真相 好像在协助特征组办案 刘亦如公信力重创 刘亦如不晓得在金建会表现如何 但作为特征组检察官 绝对不合格 遗憾的是 经此一役 他的能力跟公信力已经难以恢复 一名政务官在这场大选中 轻易地让自己站上火线 在无辜的顽固中 变为意外的伤亡者 实在太不值得 我请教家长兄 刘亦如会觉得他不值得吗 我看他冲锋陷阱 现在扮演这个角色 我看他喜滋滋的 还蛮enjoy的感觉 来 嘉隆兄 这就是有时候学者念到博士 执迷不悟 他现在见树不见灵 他不了解 这个东西对他 对台湾民主的伤害 我告诉你 一时数住 现在变公亲 他是整个事件 今天搞成这个样子 他要先辞职下台 以谢国人 然后你要去就任 马英九的竞选总部发言人 我给你尊重 你就是每日一问 那现在很清楚 在这个不对称的战争里面 他是站在行政 掌握资讯 掌握行政立法司法权的高地 在对一个参选的人 企图使他人不当选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对称的战争 但打到今天 刚刚的民调显示 台湾智库做的 58比22 认为刘毅如是选举超过58% 认为他是职责所在的22% 然后特征组 认为特征组是选举超过53% 认为是职务所在的30% 都是将近2比1到3比1 在里面有多少中间选民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不过我觉得 那个请制作人调出TVBS的民调 TVBS民调好像是五五波 我觉得如果五五波的话 国民党当然有效啊 如果创英文跟马英九 现在马英九都领先的话 五五波 有人认为可能有问题 有人认为是抹黑 国民党当然打下来会觉得有效啊 只要一趴 一百的人 一两的人相信就贏了 我要跟特征组喊话 因为特征组还比刘毅如公信力稍高一点 虽然 超过一半的还是不相信他 他如果刚刚像郑正兄的来去告 有点他已经告了 他如果来侦办刘毅如 这样就代表你讲一下 说实在 会议特征组立即羁押刘毅如 不然你会让刘毅如拖下去 我是觉得刘毅如在这边讲话 不管是变造也好 是这个物质也好 真的你在那边继续伤害台湾的民主 我有任何一个疼惜台湾民主的人都不会这样做 我要特别讲一点 今天其实社会对一个人